各位观众,市民今天起可以利用八达通卡买期,支持慈善或资源机构 市民只要在买期的义工携带的独卡器上拍卡 每次会捐出5元善款,而八达通公司会豁免行政费,将善款全数转交买期的机构 现时有80多间机构申请使用八达通卡买期,当中有20间已获社联批准 有市民认为使用八达通买期很方便,但也有市民认为每次拍卡捐5元定额太高 八达通公司说会试行两年时间,之后检讨是否可以调低每次拍卡捐款的定价 中华电力坚持加价9.2%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强调,中电有能力调低加幅 假如中电不履行社会责任,在艰难时作出承担,政府会研究是否需要调整利润管制计划 邱腾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对中电加价提出多项质疑 包括中电的经营开支是否过大,资本投资是否必须计入明年的预算 以及政府发还的地租和差响是否应该回归市民等等 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批评中电加到尽 没有理会市民的反对,质疑中电是电霸 但他说行政会议能做的不多,希望政府向中电施压 另一方面,继续有团体到旺角的中电总部外示威抗议中电大幅加价9.2% 新论坛九名代表同区议员到中电总部外抗议 代表指中电去年盈利达到103亿,今次加幅高过通胀 又拒绝回应市民要求调低加幅是难以接受 行政长官参选人唐英年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举行参选大会 而另一名参选人梁振英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时表示 明天会会见传媒介绍他的初步政綱和参选理念 是早有计划否认是要抢杂 被问到能否取得足够150名选委支持参选特首 梁振英重申不会低估争取选委支持的难度 而明天公布初步政綱和参选理念就是要向各选委作出介绍 并有信心取得他们的支持 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表示 不会出席唐英年在后日举行的参选做世大会 强调自己未决定支持哪个候选人 要看过他们的政綱和辩论表现才决定 而他重申一向支持建制派之间有竞争 相信另一位参选人梁振英可以取得足够的提名 对于唐英年和梁振英分别到过中联办 是不是中联办介入特首选举 他说中央在特首选举中没有角色 但是要任命胜出的候选人 所以就要有需要了解候选人 最后在天气方面 冬季贵后风会在未来两三日 持续为华南河岸地区带来干燥和晴朗的天气 预料一股贵后风的补充 会在下周后期为该区带来寒冷的天气 热带气旋天鹰会在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南部 预测明天星期日12月18日天晴干燥 但部分地区有烟霞 催东北风4级,离岸间中5级 气温介乎14至19度 相对湿度55至75度 各位观众,新闻报道完毕,再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